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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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够以来就正些势不两立的情况 在进一步故事来说 一旦持有鬼差的阳王索隆 和可能拥有听从音箭的 太多儿子日本武尊大和 在鬼之岛机缘巧合的相遇 那一场惊天动地的恶战 恐怕也就会在索隆来面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黄昊云 海灯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